大家好,G Channel 國興長假期出入境澳門的旅客非常多 但水客都非常活躍 在今個月1日到8日澳門海關公佈 在澳門各個口岸共捷獲115宗涉嫌偷運物品進出境的個案 合共查獲很多東西 有香煙、電子煙蛋、雪卡、美裝產品、藥物、酒類 舊手機、相機、鏡頭、手錶、電動單車都有 以及食材等等 今個月2日在關閘口岸入境車道 關閘查一架跨境車時 發現車尾箱位置藏有21箱美裝產品 同一日關閘在入境旅客檢查區 也發現一名女子拖帶大量物品通關 水客阿姨經檢查後 揭發一名女子企圖在未具備有效申報文件下 涉嫌帶70合中藥入境澳門 至於今個月6日、7日清茂口岸關員 接獲三宗涉嫌以藏身方式 偷運舊手機出境的個案 三名涉案的男子分別把舊手機 綁在腰間、大腿和小腿試圖偷運出境 案發時,關員發現三人通關時肢體動作僵硬 眼神閃爍故意混入離境的人群 其中一個人更因為當日多次出入境 被旅客篩選輔助系統判斷高風險人士 他應該走超過三次 其實現在有人面識別系統很容易看到 經詳細檢查後 合共在三人身上查獲舊手機79部 至於今個月7日在橫琴口岸出境車道 一架跨警車被關員截查後 發現他車輛的副駕駛座、後座和車臂的位置 分別藏有大批凍牛肉 合共425公斤 涉案的貨物用黑布遮住企圖蒙混過關 看樣子像牛勒條多些 其實內地對牛肉產品的需求相當大 特別是來老貨 例如牛扒、牛舌、牛雜、牛腩等等 所以不少水客都走這些貨物 相信利潤相當高 而且吃完又要買、吃完又要買 需求很大 海關說這115宗違規的案件 共有115人涉案 分別本地和內地居民都有 年齡18至74歲 水客不分年齡層段 海關說已經根據對外貿易法相關規定 起訴涉案的人士 一經署罰最高可被罰款10萬元 被緝獲貨物譯會充公 好,這集看到星期二一一箱之前 我的數片未接到完結 多謝你們